接下来就满足你们对 延庆美食的向往 接下来我要上一道菜 是传统名艳 延庆柳沟豆腐宴的一个主菜 叫火盆锅 来 上火锅 哇塞 为什么他都吃这个火盆锅呀 必须掀盖的那一刻 它是冒着热气的 来 起盖 哇 哇 隆重给大家备出的 是咱们这个火盆锅里的 可以说是我们当地 特别有名的叫延庆的 永鱼豆腐 来 请大家先品尝 是冻豆腐还是白豆腐 我就知道你 你直奔那个肉啊 你知道吗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大家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来一碗豆腐吧 对 也品一下豆腐和肉 可不可以只要加点肉 来 大家品尝一下 来 大家品尝一下 家具特别会吃 谁说只能吃豆腐 我还得吃点蛋饺 最主要的大家品尝的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这个永鸣豆腐 这是八大碗其中的一个菜吧 对 师鹏 你吃这个豆腐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第一个特别的嫩 特别滑 而且不粗糙 而且在嘴里和口感呢 不是那种像滑滑直接下去的 还有嚼头 所以它的味道能溢出来 没错 你知道吗 这个豆腐啊 在我们的延庆特别的有历史 从明代起啊 民间就流行了这样一句谚语 叫从南京到北京 吃豆腐得到永迷 所以这就是咱们当地的这个豆腐宴 当中的一道名菜 叫火盆锅 火盆锅 而且呢 我觉得在新年里吃这道菜 特别的合适 对吧 红红火火 对对对 那最后我们也借这样的一个火盆锅 也祝福我们参加冬奥会的 所有的奥运健儿们 能够创造更高的佳绩 获得更多的金牌 好吗 好 期待着最后好消息的团来 好 也再次谢谢 谢谢我们的嘉宾 谢谢 谢谢